主位行者 大家真的辛苦 但是我們都很有氣魄 大家都坐得很低的 坐得還蠻挺的 一個人垂頭喪氣 就沒有鬥志 你只要能挺得起來 就代表你精神氣力都還夠 事實上我們給自己多少壓力 就能夠消多少業力 尤其是靜態的壓力 靜態的壓力就是你沒有什麼照做 你只是靜靜坐著 身體可能會很不舒服 但是那個不舒服都是裡面 蘊藏的負面的能量的顯現 所以你只要靜靜地坐著 吃多少苦就消多少業 我們身體裡面的構造 就這樣讓它慢慢浮現 心裡也是一樣的道理 靜靜地坐著都不作為 那起多少妄念 不是你自己想的 一定有人在想的 不是你要想的 那也就消多少巴士田裡面的那些業力 那種子都起現形了 你只要輕輕地看著 那它生起來就沒有 那是真的清掉 不是假的清掉 你如果真能不反應 照見 就只是知道 那起多少念頭都沒有問題 都是它自己在造作 也就是我們的意識流 慣性的顯現 那當然我們過去就跟著跑 現在因為有在修 有在學佛 有在修法 有在提起內觀 有在提升你的絕照 所以慢慢的 那些在過去它還是一樣 這樣不斷地跑 當然跑的都是不同的內容 但是我們過去都會跟著它跑 不然就是火上添油 那現在我們能夠用不執著 用空性觀 用定 用明 來照見這些 只不過是夢幻泡影 這個就是真正在消業障 不是你欠多少錢 還多少錢 那個是表面的 反而是存在我們心裡是真實的 就都留在心裡面的痕跡 然後現在顯露了 我們就看著它演戲吧 能夠這樣子 能夠這樣子 其實也可以認清自己的業力習氣 我們一般都認為 太陽 地球的相關關係 其實是穩定性的 所以 早上幾點鐘 太陽升起來 大概每一天 差別都不大 但是就是都有差別 才會慢慢地從四點多 一直到可能七八點 你看一年 一年的太陽升起的時間 因為現在我們的時間 已經把它客觀化 客觀化就是變成一個客觀的標準 中原標準時間 已經標準了 那你就看到地球跟月亮跟太陽 它的相關位置也是時時在變 雖然時時在變 它還是有規矩性 這些我們都能了解 但是這幾天的禪修 每天下午定時的下雨 這個我們不可思議 都是這麼個下法 旅公信啊 大大的下一下一下 然後下過去 又都沒有了 時間就是那麼準 這水氣一般是最漂浮不定的 這個也就在我們平常抓不定的東西 它不一定不定 平常以為是定的東西 它其實是不定 隨時都在變 所以我們千萬不要執著 千萬不要以為是什麼就是什麼 那每一個當下它怎麼表現 才是跟你息息相關的 有些有預知能力的 那其實是自找麻煩 你何必預知 到時候知道不就好了 尤其預知 如果預知是壞事 那時間還沒有到你就會擔心 完全沒有必要 我講這些就要慢慢打破我們 學佛很多迷思 因為佛經裡面說 修得好的 有所謂五通或者六通 好像大部分的人都想追求那個 事實上佛經裡面講的最重要的通 是無漏通 是無漏通 就是沒有煩惱 你不管前面什麼通 眼通 耳通 什麼通 他心通 宿命通 什麼通 神族通 都沒有用 通半天還是輪迴 但是無漏呢 你就不輪迴 即使在輪迴裡面 不為煩惱所動 不被痛苦所拘 我們怕輪迴 就是因為有太多的煩惱痛苦 那你若有無漏痛 那就根本就沒有煩惱沒有痛苦 輪迴也不是問題 這個絕對做得到 只要你有政治正見 隨時提起政治正見 你當下就可以無漏通 完全沒有煩惱 所以要搞清楚 真的要搞清楚 學佛到底它真正的意義是什麼 而不是本末導致 最重要的不學 偏偏修那些一點都不重要 而且絕對無常 而且你有了神通以後造業更快 造業更麻煩 就好像一個人福報大 造業更快 一般窮的人 不會造什麼多大的業 所以說法逸於窮 你要修法 最好是一部所有 無掛無外 你要造業也沒有條件 那福報一大 造業就簡單了 就很容易造業 所以千萬不要搞錯方向 你若有志業 有智慧 那有福報 問題不大 如果沒有智慧 有福報 那就很麻煩 所以我們還是要學著最純淨的法 最究竟的法 而且是最現實的法 馬上可以用的法 不要來勢才能用 今天賺半天要來勢才能兌現 這一次所賺的錢都要來勢才能領 那有什麼意思 那完全沒意思 誰能夠跟你保證來勢能領 我們賺錢就是這一次要好好發 什麼存到來勢 你來不來都不曉得你存到來勢幹嘛 香港有一個大師級的 也是近代一個算是還蠻有羞恥的高僧 叫越西 越西禪師 他也流通很多著作 他也真有兩把刷子 但是他最不可思議的是 他說他存在銀行的戶頭的錢 叫人家不要領 他說他會再來領 這個如果在西藏很容易理解 因為西藏有活活的轉世的制度 我是這個寺廟的看部 是這個寺廟的活活的話 那下一次一再轉 還是收的財產都是你的 這個在西藏可以理解 但是在香港就有點不可思議 這個是題外話 也就是說我們最好是不要 不要有什麼除非你發的是菩薩願 當然生生世世都是菩薩 這是一個菩薩應該要發的心 甚至也應該要實踐的願 我們前兩天講的那個新王明 那傅大使 他也是就是弥勒菩薩再來 就彌勒菩薩的願 他隨時都在實現 就不斷的來殺婆 不斷的來跟我們教導 來實現 所以真正的菩薩不會躲 不是在天上 天上人間隨時都會實現 而不是只是天上人間 連地獄他都得去 而且要不斷的去 所以我們想想菩薩 想想佛 你就可以思考 我們現在宗教信仰 到底有幾分道理 當人你都還覺得難過 那比我們更差的怎麼辦 所以要轉過來 轉過來怎麼思考 還好好幸運 我當人 我可以好好學佛 我可以好好布施 我可以好好修行 要掌握每一個分秒 把當人的尊嚴 把當人這個殊勝難得的機會 好好掌握 這個比喻其實佛經裡面都有 但是我們一般好像不提這個 就專提某一些東西 那個三惡道的眾生 像大地土 得人生如早上塵 就是爪上面的塵土 你看得人生多殊勝多難得 結果你還不滿意 這我有點想不通 你怎麼不滿意當人呢 哪一道可以像人 這麼樣自在地學佛 所以要徹底翻轉 當人是最好修行 最有機會修行的 真的其他的道都是業力 只有人有願力 人的自由思想的這個彈性 只有人擁有其他 那五道的眾生幾乎沒有 天道阿修羅道都是業報 都是跟著業報走 只有人有自由意志 就是我們的事特別發達 人家很窮苦的人 他可以笑得很燦爛 因為他只要觀念心情一變 再怎麼窮苦都控制不了他 一樣的有些人福報很大 但是你隨時看到他 愁眉苦臉 這就是人很不可思議的地方 所以一定要好好善用 這一事我們作為人 尤其更要把握 我們不僅僅得人生 而且求正法修正法 這一定要好好的把握 不要急著說要去什麼地方 好好踏實地修 那人之所以更殊勝的地方是 你在淨土沒有辦法修的 在人間可以修 什麼東西 就是六波羅蜜 你在人間可以修 有機會修 但是你一到淨土 大概就沒有機會了 每一個人都比你行 你布什麼事 你去那邊還能持什麼戒 在那邊還能夠安什麼忍 都變成使不上力 所以我的認知是覺得 得人生是學佛修行最殊勝的機會 一定要好好掌握 還是剛剛那一句話 因為我們有自由意志 我們懂佛法 我們用佛法引導我們的自由意志 那你一定可以轉世成志 不管你過去造多少業 你用這一世的真正的修持 就可以把它消掉 可以從根就起 就根本翻轉 因為我們只要好好修 你絕對可以證悟到 我是空的 不要有我值 當你沒有了我值 其實我就不存在了 執著我的那個我不存在的 那執著我的那個我不存在 就沒有一個我可以執著 沒有執著的我 當下就沒有煩惱沒有痛苦 所以其實不難 對不對 一個人要笑得開來 一定他心裡面已經沒有掛愛 那如果說還是緊張兮兮的 還是很執著 那條件好的時候當然很高興 那條件不好的時候他就很痛苦 也就是情緒不穩定 那真懂一點點道理 再加上一點點定力 那慢慢的你的情緒自然就少 沒有情緒 你就是一個很平靜的生命 也就是說你會是比較屬於冷靜的 一種身心狀態 那就比較不會造惡業 也不會早感惡爆 怕的就情緒一起 強烈的意識一起 那好不容易培養出來的身心的狀態 馬上就被破壞掉 所以修行最大的禁忌 最大的顧忌 其實就是情緒不穩定 那情緒不穩定來自什麼 來自強烈的意識形態 我們發現很多學佛的人 情緒很暴動 隨時都在暴衝 就是那樣的一種生命格調 這個一定要好好地忏悔 好好把它轉掉 如果你轉不掉 那事實上對你的幫忙 學佛修行對你的幫忙還蠻有限的 因為那就是你的氣質 就是你的個性 我們修行其實就在改變氣質 在改變個性 怎麼修半天個性還是依然顧我 氣質一點也沒提升 那當然就是不管你多勤勞樂修 不管你唸幾千萬遍的佛 做多少加行 一百萬 每一種一百萬也沒什麼用 因為根本上你就是 學佛的那個觀念 都沒有掌握到 沒有掌握到最根本的絕招 而這份絕招是你心本具的 而心長的什麼樣子 它的體相用到底是什麼 從裡到外 從雖然它是空性 但是它表現出來到底是什麼 只要是不符合這個 那通通不是用得清淨的心 也不是你應該做的 我們現在有心要修 那當然就要掌握這個 那我還是再講一遍 你真正的絕招 真正的心 它的體性是空的 所以你不要想要找它 但它真的存在 就好像一個圓 其實你只有看到圓 你找不到圓心 但是圓心是存在的 但是你找不到 一模一樣的道理 你一個球 它一定有球心 但這個球心沒有 但事實上有球心 沒有球心就沒有這個球 也就是說 我們看到一個人的外向 那打剛剛那個比例 你要找到它的心找不到 但事實上它真有一個心 沒有心就沒有這個身跟心 就沒有你這個 這個假象 這個組合體 但是我們把它當成真的 執著的不得了 所以它第一個 你一定要曉得它是空 不要用有所得的心 用造作的 用作為 要修什麼行 要什麼 要去跟它相應 了不相干 沒有什麼用 然後第二個 它是測色底底的明 明明白白 清清楚楚 這就是我們的心 智慧的心 智慧的心就是隨時 明明白白 你只要有一點點不明白 都是沒智慧 要趕快再把智慧拿出來 不明白搞成明白 不明白弄成明白 靠的就是智慧 就好像在暗室裡面 你要在暗室裡面找東西 那就再摸索亂摸 被你摸到是運氣好 因為你根本看不到 所以你進去暗的房間裡面要找東西 絕對 有一件事情最重要 就是把燈帶進去 所以我們要知道 我們到底有多少業障 還有什麼 就是要把智慧點燃 就用你的絕招力 用那個明 所以一個是空 一個是明 然後第三個 因為它是跟佛一樣的心 真正的心跟佛無二無別 所以它一定跟佛一樣 完全沒有障礙 變滿性的覺知 這個是你真正圓滿的心 只要不符合這三個條件 即使找到了 都還不夠圓滿 即使有了 你曉得還不夠 所以才會成佛 菩薩知道他不夠 所以才要地地增上 那我們現在一般人 就得少為足 我身上已經很偉大了 那當然就很明顯 你本來可以圓滿 可以成佛 可以充分地展現智慧 就變得沒有能耐了 尤其是自暴自棄的 自卑的 都很難辦 當然 還有一些就更麻煩 自卑 談一談 還有機會 自負的人 那真是沒機會 什麼是自負 什麼是自負 又執著又傲慢 那這種人就是自負的 完全沒有什麼道理可以講 也就我執兼僱 叫做自負 一點道理都沒有 又堅持自己有道理 這個是最麻煩 所以我們一定要 其實我們這樣講 你坐著 為什麼會那麼痠痛 為什麼 這痠痛是怎麼來的 一點一滴的執著造成的 你不相信嗎 每一次的執著 身體就緊張一下 就縮一下 久久之你就越縮越厲害 越縮越硬 越縮越堅固 所以你要把它解開的時候 當然就要發很多功夫 那我們人的生老病死也是一模一樣 年紀越大 身體越僵硬 邁就越縮越短 氣也越來越短 就這樣慢慢的就完蛋了 所以我們修行就要慢慢把它解開 要慢慢把它解開 本來已經縮回去了 現在要再把它拉開 那這幾天下來 我相信大家都已經鬆很多 那裡面那些硬塊 那些氣都不通的 也已經通很多 大家還沒有完全通過去 但是已經進步很多 已經進步很多 為什麼 因為我們真下了功夫 有些人學佛 學很久 已經學很久了 但是從來不修 他以為修 就是去做福報 去當志工 去捐點錢 哪裡再忙 他就去跟人家忙 然後再好一點 做早晚課 這個 事實上這些 跟改變你的生命 其實都不是有很明顯的作用 真要改變你的生命 就拿你的身心來修 而且是內觀性的修 我們大部分都去找事情做 以為是在幹什麼 事實上是要停下來 不再繼續造作 你才能把既有的東西給修改掉 我們現在都不 不往本來有的病去把它治 再講不好聽 一天到晚吃藥 那根本就不曉得什麼病 所以就越吃越糟糕 越忙自己身心越亂 越想有功德過失越多 所以那些東西其實是可以先擺下來 你如果真想修 那當然我們 證明還是要 你維持基本的生活還是要 所以每天需要的上班做的事還是要做 但是多出來的 多出來的你就要謹慎 多出來你就準備 是拿來修行的嘛 所以多出來的工作你要很謹慎 是真修還是假修到底有沒有真意義 所以用那些其實不如真正的靜下來 好好面對自己 好好解決自己的問題 你積了很多福報 命也沒有了 那積那些福報真的是要下輩子用 當然下輩子會兌現 但是你下輩子不曉得變成什麼 我們早上提到的 你很關心狗 對呀 很好 很有慈悲心 那那福報下輩子給你用 你就變成一條很有福報的狗 被跟你有緣的人再繼續疼愛 再繼續照目 那個真的意義不大 所以還是要很謹慎很小心的看待 其實這裡面一個最重要必須檢驗的 就是你的起心動念到底是什麼 譬如說你參加一個團體 你的起心動念到底是什麼 如果根本就錯了 或者那個團體的忠實 根本就錯了 那你加進去就變成工業 就被轉了 所以真正的道場 就是它一定要有法 有政治正見 那現在大部分的道場 大概它第一個 考慮到不是法的問題 而是怎麼樣子把它弄得禁閉非凡 怎麼樣子很快的有很多信徒 怎麼樣子發揮它的影響力 但是它發揮它的影響力 它個人的影響力 不是法的影響力 如果是這樣的動機 其實下去就會一票一起遭夜的人 所以這個一定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 不是說人多就代表什麼 而是它的內涵意義在哪邊 群眾運動有什麼意義 有什麼內涵 除了滿腔的憤怒之外 還有什麼 他們除了表達他們的不滿 憤怒之外 到底提供了什麼 對這個社會有什麼建設性 所以那個一點道理都沒有 你如果真有點理智 那你寫個萬元書 那你寫個萬元書 就在報紙上登 那不是更好 你那麼有錢 那麼有力量 找幾個自通道合 就報紙 就整版登 讓大家公平 所以很多活動 就是說你也不想要幹什麼 只是不滿 只是不滿 那個完全沒有用 那批評人家批評了半天 一點正面的想法也提不出來 你在批評什麼 你認為我不好 至少你要你一個方法比我好 你才有資格批評我不好 現在大部分都不是 就是慢罵 一直罵 問他在罵什麼 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 我們學佛千萬不要那個樣子 那犯大忌 那破壞社會和諧 學佛的千萬不要參加群眾運動 因為群眾運動是沒有頭腦的 不管他講得多堂皇 都沒有一群沒有頭腦的人 所以要很小心 不要學佛學佛半天 但是就因為置見習氣 有點問題 所以學佛學半天 建立了半天 一念起來就整個垮了 就扣除掉 人家看到你的時候 是張牙舞爪的樣子 而不是池內散目 學佛學半天 怎麼是那個樣子 所以要很小心 真的 要從裡面到外面 多符合前面所講的 空明便 便就是很普遍很平等 很慈悲 你的心量很大 叫做便 你的心很有智慧 叫做明 你的心一點都不執著 叫做空 學佛不是要學這個 你到底是要學什麼 修得好不好 不拿這個來檢驗 你要拿什麼來檢驗 所以慢慢的只要 重點抓到了以後 其實你要修行就很簡單 因為你隨時讓自己的身口意 符合這些原則 那你就真正修 而且馬上可以從你身語意的表現 馬上受用 馬上就空明便 馬上在你的身口意上面 就表現出來 反過來 如果跟這個是違背的 那就諧知諧見 你絕對是污染行 那個行為絕對是惡業 惡的行為 所以當然不行 表達什麼 負氣而表達 講的 馬那個 一路要打架的樣子 你講的再有道理 嘴巴講的有道理 心裡一點道理都沒有 所以這些當然都要徹底的懺悔 徹底的覺知 如果不行的話 那這一輩子真的白修 所以真的我是肯切地呼籲 因為看太多了 雖然我年紀也不是很大 但是說實在的看太多 就教內教外 都看很多 客觀來講 你會覺得 為什麼會是那個樣子 你會覺得不可思議 因為我們學佛 或者有在隨時保持覺知覺躁的人來講 都不應該會有那樣子的行為結果出現 但是偏偏好像常常都會看到 這個就是沒有從根本的心 根本的身這個地方下手 它或許有很大的理想 也有很大的影響力 但是那個影響力其實都是負面的 包括一個宗教領袖 他如果講話有清楚明顯的立場 這個都不應該 為什麼 不符合空的原則 不符合變的原則 不夠慈悲 你的心量不夠大 你有很強烈的色彩 那你修得多好 都是破壞性的 不是建設性的 講好聽是登高一夫 講不好聽 是拿起旗子 在吶喊 我就是這個色彩的 那個都不是平等性嘛 對不對 事實上不管多少黨派 不管多少黨派 都是人 他們的真正的 作為黨派的 一定都有它的理想性 它的理想性就是促進 全體人類人群的幸福 但是當你有黨的立場的時候 就忘了這個宗旨 只有我比較重要 你不重要 所以其實這個歷來好像一直 多少有在談這個問題 真正修行人 你真修行 不管你是什麼黨 都要放下 因為以前你沒有修行之前 你有入黨 但是你修行之後就要放下 也就是說真正的修行人 不能有黨派 最好是不要入黨 真正的修行人 因為入黨你就有黨師啊 那就群體的束縛嘛 不然就不忠於黨 簡單講 比如說我主張這個樣子 對方主張那個樣子 事實上一個客觀的人 可能會看到對方主張的合理性 你只要出一個口 他對哦 你就完蛋了 所以黨沒有是非 真的 所以以前叫黨師 你只要入什麼黨以後 就沒有是非了 只有黨的利益 沒有個人的利益 中黨愛國的 那就一定是黨第一 但是那個違背佛法的原則 無愛無師 無愛無黨 但是無更愛真理 而那個真理 就是那個平等性 激進性 和平性 普立性 普遍的 對眾生都有利的 但是很難有一個政黨 有這麼高的層次 從來沒有看過 是歷史上有黨以來 從來沒有這種黨 所以你加入黨幹嘛 我剛剛講過 你以前入黨不是問題 但是我們現在已經開始來修行 就要脫打 就要脫開 就好像你真要修行 要出家 一模一樣的道理 你以前沒有出家 當然是怎麼樣都可以 但你真要變成一個專業的 沒有在什麼包袱把你綁住的 那唯一的辦法就是出家 那當然說實在的 出家不簡單 要很慎重 雖然是不簡單 在這邊我還是鼓勵 有條件出家的 出家比在家好 真的 你如果有條件出家 出家比在家好 要單純的多 但是話又說回來 因為我們現在大部分都不是真出家 所以出家以後 一年一樣複雜 這是講老實話 就沒有真正放下 事實上這個也沒有那麼簡單 要真正放下不是那麼簡單 但是至少你有心 就機會大一點 如果提不起放不下 一年一年的過去 到最後還是不耐 只好這個樣子 你在有能力選擇的時候 抉擇的時候 不去選對的 等到沒有機會再讓你選的時候 你只好這個樣子 這個是一個探討 事實上真正的修行 是隨時把心擺在空明辨上面 這個是真修行 不管你在家出家 你如果在家能夠符合這個條件 你即使在家都已經真正在修行 那你如果出家不符合這三個條件 出家沒用 也是假的 所以這個就是真理 這沒有膽派思想 沒有說出家再家 這是拿一個禮上來探討 是真的有在修行還是修假行 這個是更重要的 就好像說 我們一天你念多少佛 一點都不重要 你念了幾句真心佛才重要 真心 用真心在念佛 你念幾句 這個才重要 其實我們現在探討的信心名 這位山主生餐 他真的是一個高人 他一輩子出家這麼久 雖然有點慢 41歲才出家 他佛到110幾歲 比慧可 慧可107歲 他比他年紀還大 你就曉得 但是呢 他只有一個弟子 這個是一個怪物 他就是只有一個弟子 道信 道信跟他就改變作風 道信就開始建道場 吸收地址 有五百多個不錯的弟子 不像我們現在剃度 我們現在高聖大德 都弟子都很多 一剃幾千個都剃了 但是到最後大部分都離開 真正有學到的 其實還是少數 有相同的理念也少數 道信當然就開中國叢林之先 是由他開始 由始祖開始 有所謂農產 也就是自己整理地建立道場 變成一個共修的團體 佛法到中國以後是有一些改變的 我們如果去南傳的國家 你看他們的佛事都沒有像我們這麼莊嚴 但是後來好像也被我們的影響以後 現在他們也都慢慢就見出大叢林 以前他們的大叢林真的就大叢林 就是整片山樹啊什麼這些 最多就有一個講堂在中間 大家聚一聚然後就又離開 不像我們都是硬體的設備 每一個房間也都是很漂亮很堅固 甚至有些更講究的都已經有冷氣什麼之類的 那太舒服的話大概要修行 相對的就難 為什麼 你已經在希望極惑世界你修不了行了 一切都很順 還修什麼行 其實修行就在難處修啊 人家受不了 你還是甘之如意啊 這才是真修行嘛 別人沒這麼享受 你比別人享受說你在修行 那怎麼講得過去 所以這個觀念一變一變以後 你就不會追求那些 甚至會排斥 我可以有能力也可以有福報享受這些 但是我就是不來這一套 因為理念的關係觀念的問題 所以真正的修行絕對是從裡面 真正的把它變到對 這才好 不要追求神通 追求塑效 大部分都是去求 求要升官發財 就一求你真的上去了 結果你就怎麼想 這個真厲害 真有效 有求必應 其實哪是有求必應 你本來就應該升上去 你沒有那個福報怎麼升得上去 不是求來的 官位不是求來的 你本來就有那個福報 我們這樣講好了 譬如說一樣 當然現在我們到大醫院都會選那個主治醫師 那事實上你如果都不選 讓他去排 你如果福報大 還是會排到那個對你最好的醫生 我這句話至於聽 對你最好的醫生 不是那個大排的醫生 大排醫生對你不一定好 小排的可能剛好可以依你 那擠破頭 所以講一點我的經驗 當然很少在外面吃東西 當然我吃東西一定就隨緣 隨什麼緣 隨不用排隊的緣 如果吃東西要我排隊 我絕對不幹 因為沒有必要 就吃一點點東西還要在那邊排隊 完全沒有必要 真的有差那麼多嗎 不值得啦 所以又快又好 反正你去找都沒有人的進去 也不用排隊 馬上拿了就走 這都是個性 我們一般都會追名牌 越熱鬧 你就越往那邊轉 你的生命的浪費就越多 所以修行一定要淡 一定要簡化 你才會惹得很多麻煩 那一樣的 回歸來我們修本尊 我們修心 還是一樣要保握這樣原則 我為什麼要修它 跟我的身心有關 可以幫忙淨化我的身心 那我就修它 那否則很多 像我雖然是學藏密的 但我從來不修火供 有火供我也不去參加 除非被抓到 就不得不參加一下 因為腦筋裡面 我對那些完全不相信 身心跟火 跟這些有什麼關係 很多人很喜歡 他不去修他的心 最喜歡搞這種東西 反正這些 他的吸引力就是會有福報 鬼神什麼都會來幫忙你 鬼神幫忙你 他是玉界的鬼神 他幫忙你 他為什麼要幫忙你 大家有沒有想一想 他為什麼要幫忙你 跟我們一樣 我們是有慾望的人 幫忙別人是有企圖心的 你相應的不是那些道上的 不是那些見到位上面的佛菩薩 你相應這些幹嘛 完全沒有必要 他給你好處就會有所得 你交不出來 你就等著瞧 你已經跟我約定好了 賺錢一定要好好供養我 結果你都沒有表示一下 他們是有情緒的 而且是有暴力傾向的 就都有很大的砲 所以他要處罰你 一樣也就很嚴重 所以盡可能的不要接觸那些緣 還是越單純越好 就是我們的最高指導原則 要符合空明辯 這是最高指導原則 否則都會越弄越複雜 不空就複雜了 不明就愚痴了 不變就自私了 變就是變滿的變 變滿的變 普變那個變 所以你符合這三個原則 大概都是對的 不符合的話 盡量操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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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